OK 兄弟们大家好 今天的话给兄弟们解说一下 我们珍宝阁的一个班派年赛 兄弟们可以看得到 这一组五开的话 也是号称千万级别的一个五开 千万级别都不死 得个几千万级别的一个五开 观战方的话 龙宫龙宫 宁波宁波 带花针 然后的话宝宝的话 全部都是那种 什么宁种鸟啊 嗜血追击啊 还有那种什么箭单师翻套啊 我们来看一下 就这一种 千万级别的五开号 又能副本 又能任务 我们来看一下这把比赛 这边的话观战方开了一把鸟阵 鸟阵的话不是一个 灾害型阵法 不过的话有一把10%的一个 阵法的一个大克 我们来看一下灾害怎么样 两个龙宫选择起球 两个龙宫选择起球 因为对面是个阵容的话 五体洞 三球 女儿村 化身 对面四宝 英灵 摸层 我们来看一下宝宝 宝宝的话全部都是有 嗜血追击 你看这宝宝 就一般的队伍啊 就一般的队伍碰见 观战方这种队伍的话 基本上一回合吧 基本上的话难度的话 不会大于那个刷那个乌鸡国副本吧 感觉 我们来看一下 两个龙宫选害怎么样了 好久没有看见龙宫了 他这个队伍的话 如果两个宝宝城开真军 两个龙宫群秒也猛的呀 但是我觉得 这个队伍 他这个队伍的话 还是喜欢宝宝城啊 这个队伍的话没有带普通 就粘把翻箭倒海 我们来看一下宝宝城 刷海怎么样 1700 1700 3000 还可以 关键队面看不住 你知道吧 看不出来 刷海还可不可以呀 对面接了一把罗汉 哎呦 我还想看 看一下龙宫这个 这个群秒 刷海怎么样 对面接了一把罗 我跟兄弟们说一下 有些兄弟的话 可能 不懂 这一把 五开号的威力啊 就 珍宝阁不是有一个 老板叫神豪涛吗 他不是说吗 他福战的号可以卖 但是这一组五开的话 不可能卖 他这种五开号的话 专备都是可以打福战的 就是那一些福战专备 外加永不磨损 就反正 又可以PK啊 又可以任务啊 这两个农工 有点东西啊 对面三缝系啊 一把瓷 清涛 宝宝也不出了 大哥 你别疯人 看一下这农工 灾害怎么样 比赛的话 第三回合 这边疯狂 泛特技 断约青宝宝 这边的话宝宝又散现 这农工伤害可以啊 顶着罗汉一千多啊 出法爆的话两千多 没罗汉的话四千啊 鸟阵啊 我跟兄弟们说一下 梦幻西游的天花板 不是福战冠军 而是有一组像这样的五开号 真的 对吧 把梦幻西游完成单 就是 就真真正正正的 把梦幻西游完成 单击啊 主队PK打福战 都可以 你像这号的话 我跟兄弟们说一下 这个宁波城 有 就反正是两个宁波城 单中有一个宁波城 他的武器 就以前冠战犯的话 没有花果山的武器嘛 他 有一把武器的话 反正是永不磨损的 伤害 还可以的 就是那种 非专用的极限嘛 也没有特别高啊 然后的话 珍宝格的话 拿那把枪的话 也是拿过复战冠军啊 任务号都能够拿复战冠军 真的兄弟们 比赛的话 第六回合 对面 就这笔 抓鬼都快啊 兄弟们 就根本不需要指挥吧 观战犯的化身 比对面的女儿快 根本无需指挥 好吧 比赛第六回合 对吧 这个是什么魅力啊 兄弟们 人民币的魅力 对吧 前到位了兄弟们 真舒服 比赛第七回合 除了神佑能够 挡住观战犯的脚步啊 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输掉的呀 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输掉的呀